这是一部被无数网友低估的冷门神作 它由80年代哥伦比亚独霄的真实故事改编成 为了高度还原故事中所有的情节 剧组人员在墨西哥拍摄取景时被人无故枪杀 几天之后剧组就收到了独霄哥哥的亲切祝福 以侵犯弟弟的知识产权为由要求索赔10亿美元 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网飞神剧《独霄》 讲述了大独霄巴伯罗充满传奇魔幻色彩的一生 故事发生于1973年的治理 警方在边境处摧毁了多座制毒实验室 被抓捕的毒贩会被全部执行死刑 当然也有例外 一个绰号叫做蟑螂的毒贩 不但没被击中反而靠着假死逃过一劫 蟑螂有着高超的制毒经验却没有销售网络 于是他来到走私圣地哥伦比亚寻求合作伙伴 当时的巴伯罗还只是个神通广大的走私犯 他买通了当时麦德林的一半警力 走私生意遍布着各行各业 即使偶然会被新上任的警察拦下货物 巴伯罗也能靠着威逼利诱成功收买对方 蟑螂带着巴伯罗参观他藏在雨林中的实验室 虽然简陋 但是做出来的面粉可是极品 一颗面粉就有9美元的差价 只需要把它们藏在汽车的轮胎里走私出境 跑一趟就有高达50万美金的利润 巨大的利润让巴伯罗变得更加贪婪 他不满足于哥伦比亚的市场 把眼光放在了钱里更大的迈阿密 兄弟古斯塔沃找来一名外号狮子的走私饭 让他负责把货物走私到迈阿密 当时的美国只关注大麻 根本没把面粉放在眼里 这便给了巴伯罗及家的发展机会 开发出各种运货方法 他们买同机长将面粉藏在公文包夹层里 利用高佣金的诱惑让妇女用身体藏毒 迈阿密的有钱人很快就将货物一扫而光 这也让巴伯罗赚的钱多到数不过来 他开始疯狂地扩建生产基地提高生产效率 很快 更多的货物就藏匿于 几乎每种合法出口的商品中运往迈阿密 几个月后 为了更高效地运输货物 巴伯罗开创性地建立了 有史以来第一条运毒航线 瞬间报复的巴伯罗 让其他的走私同行十分羡慕 纷纷提出想要一起合作 他们自己生产货物 由巴伯罗提供成熟的销售网络 从中抽取五成的利润 从此就诞生了日后臭名昭著的麦德林集团 但好景不长 蟑螂因不满藏在丛林中制毒 故意收买警察 开始扣留巴伯罗的货物 得知货物被扣巴伯罗 直接冲到警长办公室 责备对方不讲信用 却反被抓了起来 差点关进监狱里 巴伯罗用100万美金的代价 重新收买警长 并且还得知是蟑螂被判的自己 随后将他杀掉抛尸荒野 而麦阿密被大量面粉侵蚀 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 开始不断有人被抢而横尸街头 更为猖狂的是 毒贩集团居然敢公然袭击警方 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整治贩毒集团 开始派遣基督局探员 前往哥伦比亚进行调查 而年轻的莫菲自告奋勇 带着妻子前往麦德林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决定 将改变他的一生 在80年代的哥伦比亚毒销 竟然能够竞选总统 巅峰时期的巴伯罗 控制着全球80%的毒品交易 是福布斯评选的全球七大富豪之一 销售网络的日渐成熟 让巴伯罗继续扩建制毒实验室 在哥伦比亚的丛林中 建起一座堪比小镇的工厂 每周可以生产10吨的面粉 卖5万美元一公斤 一年就有超过50亿的销售额 古斯塔沃从德国请来专业的科学家 将面粉液化后加到酒水咖啡里 甚至出于好玩还加到了可乐中 而巨额的财富 让外界开始怀疑巴伯罗的收入来源 他开始想尽各种办法 将这些钱洗白 可每天超过1000万美元的收入 很快就成了让巴伯罗头疼的问题 于是他开始把钱埋在各处的丛林中 藏在各种没人知道的地方 钱多到没处花的巴伯罗 决定进军政界 他把钱发给穷苦的贫民来获取支持率 从而吸引到记者小美对其进行采访 与此同时 毒枭们的巨额财富也被游击队M19盯上 他们由一群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 专门干一些劫富济贫的事 他们决定绑架奥乔亚兄弟的家人 但这次他们真的惹错了人 被绑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巴伯罗那里 他不会看着同伴的家人被绑架而置之不理 巴伯罗将所有的生意伙伴都召集到麦德林 他提议成立一个组织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大家整合资源训练士兵互通资讯 巴伯罗将他命名为绑架者末日 这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麦德林集团 莫菲的搭档潘娜 为了获取信息安排线人混进了他们的晚会 可是结束很久也没见线人出来 潘娜预感不好 把莫菲留在原地等他 带人抓到一个毒贩的手下 严刑拷打之后才得知 线人被毒贩嘎查发现后 已经被带到别处关押起来 幸亏潘娜带领部队及时赶到 才成功救下了线人 莫菲对搭档的行为十分不满 要求以后任何行动他都要参与到其中 很快绑架者末日组织就血洗了M19的营地 要求他们立刻归还绑架的人质 否则下一次血洗的就是他们的家人 没想到对方的手段如此残忍 游击队只好屈服 释放了奥乔亚兄弟的家人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血腥的味道让巴伯罗开始痴迷 他命人继续围剿M19组织的成员 M19的头目为了停止杀戮决定投降 可巴伯罗并没有杀他 反而决定收尾己用 莫菲一边整理麦德林集团所有头目的信息 一边还要时刻提防自己的妻子遭遇不测 可等到他们晚上回到家里时 发现大门居然被打开了 只见家里的猫已经被人吊死挂在了墙上 他的下马威 可他来到这里没几天 并且还有大使馆门员的身份作为掩护 毒贩们是怎么获取到莫菲信息的呢 在潘娜的提醒下 他回想起 刚入境时机场的工作人员 因为猫咪故意刁难他 并且还复印了自己的护照证件 于是就抓来了机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审问 两人脆弱的心理防线很快就被击破 他当时把莫菲的信息给了一个叫做毒药的人 这是巴伯罗手下的第一杀手 与此同时 巴伯罗决定进军证件 又用钱收买了新自由党的律师 在30万美金的诱惑下 踏成了巴伯罗的说客 说服了司法部长相信 巴伯罗只是个成功的商人 数百万美金的党派捐款 让司法部长心动 他便默许了巴伯罗的竞选计划 让他成为了竞选议员的候补人员 很快巴伯罗就开始参加选举演讲活动 他当众承诺当选后会造福人民 财力十足的巴伯罗开始资助希望小学 出席各种慈善活动 被人们称为贫民的罗宾汉 巴伯罗的高调竞选 也吸引了缉毒局的注意 潘纳提议将计就计让他顺利当选 然后在公众的注视下 揭露巴伯罗毒贩的身份 可他们手中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于是两人开始四处搜集 当年巴伯罗入狱的资料 但警局内叛徒太多 导致很多关键证据和人物 都被毒贩抢先一步抹除 莫非灵机一动找到了 当年拍照的摄影师 成功拿到了巴伯罗 入狱前拍的照片 然后将他交给了司法部长 希望由他出面处理 不出所料 竞选当日自由党 以碾压之士当选 当晚竞选人 就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 这让替补的巴伯罗 顺利成章当为国会议员 就在他准备第一次 参加议员会议时 司法部长当众揭露了 巴伯罗毒贩的身份 并要求他主动辞职退出国会 巴伯罗不甘示弱 聘请律师指控对方诋毁 司法部长紧接着 开始披露各种毒贩的资产 同时还禁飞了 巴伯罗的空中运输队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打击麦德林集团的生意 但这也让他成了 毒贩们的头号公敌 为了司法部长的安全起见 政府决定将他 派到国外的大使馆工作 可就在他去往机场的路上 杀手骑着摩托车突然出现 几枪干掉了司法部长 虽然最后巴伯罗 宣布退出了国会议员 但一场席卷哥伦比亚的 腥风血雨即将到来 司法部长被杀 引起了哥伦比亚政府的注意 他们同意了 让毒贩害怕的引渡条约 可前提是 必须能先抓住巴伯罗 他在哥伦比亚 拥有800多处庄园 并且还有属于 自己的情报网络和私人军队 想要活着巴伯罗 简直比登天还难 他肯定会让哥伦比亚流血 消息灵通的巴伯罗 召集所有伙伴商量对策 他们启动了 名叫引渡者的对抗计划 嘎查集结雇佣兵 进行魔鬼特训 准备随时开战 雷德每天在电台里 发表抗议引渡的演讲 那乔亚兄弟找到公关公司 策划舆论 毒贩们用尽所有手段 来收买竞选总统的人选 能收买的就收买 不能收买的就用武力威胁 只有一个人软硬不吃 他就是群众呼声最高的加兰 巴伯罗只好给他写信 表达对引渡条约的强烈反对 但加兰怎么会听一个毒贩的话 既然无法说服总统 巴伯罗又采取了新的办法 他开始写信恐吓所有的法官 如果法官不出庭审理安检 那引渡条约就是一纸空文 于是在那段时间 哥伦比亚的法庭上 所有法官都被迫戴上了面罩 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难逃毒贩们的报复 毒贩们嚣张的行为 并没有让政府倾尽更多资源 他们目前最大的难题 是国内的游击队 汉纳只好私下收买将军 指派可靠的卡里略上校 负责抓捕行动 为了获取巴伯罗藏身的地点 上校抓来了他的一名手下 经过审问才得知 巴伯罗藏身的具体位置 可整个哥伦比亚 到处都是毒贩的线人 部队刚从营地出发巴伯罗 就已经收到消息 等莫菲赶到早已人去楼空 只剩下一地烧毁的文件 但幸运的是 他在灰烬里找到一处地址 突袭之后 终于在那里抓到了 巴伯罗的心腹会计黑胡子 并且还收集到了 满满一屋子的重要证据 从中莫菲发现了 负责运输的埃利斯的线索 他曾是美国前中情局的飞行员 贪财好色 让埃利斯很快就被两人抓住了 为了保命 他提供出一张照片 上面是巴伯罗 与游击队勾结的合照 这下让政府开始 高度重视起巴伯罗这个毒贩 他们开始倾斜 大量的资源进行抓捕 根据之前收集的情报 麦德林集团的工厂 开始一个接一个 被政府军队捣毁 并在最大的工厂里 抓到了负责生产的关键人物 引渡到美国后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这一系列沉重的打击 让巴伯罗开始反击 他找到了M19的头目 想让他袭击最高法院 承诺事后给他200万美金 作为报酬 妻子丽莎认为他被离初中 不该为毒贩拼命 便向莫菲的妻子 透露情报并请求保护 但还是晚了一步 等莫菲要向领导汇报时 M19已经成功占领了最高法院 不仅杀害了超过一半的法官 还把装有巴伯罗 所有罪证的档案是烧了 现在只有丽莎可以作为人证 只认巴伯罗 才是袭击最高法院的真凶 于是潘纳把他藏在了 自己的住处加以保护 就在政府决定 动用所有资源 来抓捕M19的头目时 巴伯罗为了已决后患 在完成交易时 命令手下杀害了游击队 剩余的所有成员 除了藏身在潘纳家的丽莎 躲过一劫 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 暂时还不能出庭作证 藏起来的丽莎 成了政府唯一的捉拿对象 他们抓住和丽莎 一起工作的神父 言行逼问之下 他说出丽莎 投奔了一个美国女人 他们立马猜到 可能就是莫菲的妻子 随后便警告潘纳 立刻交出丽莎 否则会被定为叛国罪 可两人这段时间的相处 已经产生了感情 为了保护丽莎的安全 潘纳动用了所有关系 帮丽莎制造了假身份准备 将她送出国外 而麦德林集团的核心人物 都躲到了巴拿马 集团律师向政府 申请的特赦令被驳回 这意味着 他们只能继续 东躲西藏的狗活下去 虽然吃喝不愁 但巴伯罗不甘心远走他乡 在妻子的鼓励下 他决定返回家乡 并且巴伯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高调宣布了他的回归 在总统候选人 加兰演讲的过程中 安排杀手刺杀了对方 原本以为只要除掉加兰 就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障碍 但巴伯罗怎么都没想到 就在第二天的葬礼上 亚兰的儿子公开要求 由秘书长加维利亚 接替父亲的职位 继续竞选总统 他相信贫苦出身的加维利亚 能继承父亲的志愿 成为哥伦比亚新的英雄 现在如果加维利亚 继续支持引渡条约 就是和毒贩开战 如果终止引渡条约 那整个国家都会变成毒窝 回国后的巴伯罗 立即找来记者和律师 让他们去尝试 说服加维利亚拒绝引渡条约 但事与愿违 他们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坚轻到巴伯罗 即将开战消息的上校 为了日后行动顺利 便以手下被敌人买通为用 故意和上级请辞 来了一招欲擒故纵 申请下来了成立一支 连结搜捕队的特权 但不止上校在招兵买马 巴伯罗也没闲着 他开始大量购买 各种各样的武器 招募那些年轻无知的孩子 为自己卖命 巴伯罗想用钱收买上校 如果不行就除掉他 第二天 上校家里就来了巴伯罗的睡客 只要他终止行动 就可以得到600万美元 上校不为所动 直接将睡客赶出了家门 但没过几天 他和妻子在外就餐时 就遭到暗杀 幸亏他反应迅速 才躲过一劫 而潘娜和莫菲 也打入敌人内部 收买了嘎茶的心腹 得知他即将前往 其他地方的藏身之所 这正是单点击破 麦德林集团的好时机 两人向上级汇报 申请立马抓捕嘎茶 上级批准了行动 但只能攀那一人进行抓捕 莫菲需要留下来 保护即将演讲的加维利亚 演讲当日 加维利亚再次当众强调 自己将绝对支持引渡条约 坚决打击毒犯集团 这是巴伯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他开始命令嘎茶 购买大量重型武器 准备对抗军队 一场毒枭与正义的大战即将爆发 巴伯罗为了抗议执行引渡条约 建立了悬赏警察的奖励制度 只要杀掉一个警察 就奖赏100万美元 一时间整个哥伦比亚横尸遍野 200多名警察惨遭杀害 停尸房里已经堆满了他们的尸体 现在M19游击队唯一的幸存者丽莎 成为了重要证人 只有她可以出庭指认巴伯罗的罪行 而保护游击队成员会被定为叛国罪 于是莫菲决定送她出国暂避风头 就在出发前 她在车上找到了中情局安装的跟踪器 莫菲假装与妻子吵架 故意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就在她被中情局拦下试车里 却空无一人 而莫菲的妻子早已经把丽莎 偷偷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可巴伯罗依旧没有停止恐怖袭击 由于加维利亚支持引渡条约 是她的支持率大涨 这也使她成为了巴伯罗刺杀的目标 莫菲建议他们取消所有的公众演讲环节 加强安保措施 以防巴伯罗的暗杀 但此时已经到了竞选的最后阶段 如果取消演讲 势必会失去现在选票的优势 为了保护加维利亚的安全 莫菲加大了侦查力度 发现巴伯罗的手下 对近跟一个陌生男子频繁接触 经过调查得知 这个男人是西班牙人 最擅长的就是利用炸弹制造恐怖活动 可此时的加维利亚正在机场 准备赶往下个城市演讲 为了国家的未来 她不能躲在暗处 幸亏莫菲及时赶到机场 拦下了加维利亚等人 直觉告诉她 这趟航班很可能就有炸弹 这次对方选择了相信莫菲的直觉 而就在航班起飞不久后 果然发生了爆炸 另一边 县人再次提供了嘎查的藏身地点 潘娜和上校故意声东击西 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但生性多疑的嘎查 依然嗅到危险的气息 带着儿子和手下 提前逃离了藏身的住所 等上校赶来时 只剩下一座空空如也的豪宅 幸亏在这附近 抓到了一个假冒的医院 经过潘娜的逼问 对方说出了嘎查的新藏身索 上校立马带着搜捕队前往抓捕 刚开始 他们还想活捉嘎查 好获取更多的情报 但没想到对方不仅人数众多 还有RPG这种重型武器 双方一世间陷入了僵持的局面 嘎查见情况不对 带着儿子从后门开车逃走 但潘娜早已经乘坐直升机 在空中后面 发现了嘎查的车辆后 开始扫射露面 本想逼停嘎查进行活捉 但他依旧不肯停车 这时上校命令潘娜 无论如何也要逼停对方 在第二次扫射时 嘎查的儿子重胆身亡 伤心欲绝的嘎查 停下车开始疯狂反击 但手中的枪 却早已经没了子弹 他只能进行语言攻击 最后潘娜并没有选择活捉嘎查 而是下令将他击毙 这是搜捕队成立以来 取得的最大胜利 但这也让巴伯罗 展开了更疯狂的报复 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 最严重的空难 一架波音747 在飞往波哥大的途中 突然发生了爆炸 飞机上107名乘客 加上机组人员无意生还 毒枭巴伯罗 暗杀总统候选人的计划 没能成功 反而让他成了 飞机爆炸案的头号嫌疑人 一瞬间平民罗宾汉的形象 变成了恐怖分子 这让一直支持 引渡条约的候选人加维利亚 人气大长顺利当选了总统 在就职宴会上 前任总统特意提醒加维利亚 要小心毒枭们后面的报复 新冠上任三把火 加维利亚决定重拳出击 命令卡里略上校 扩大搜查队的规模 同时继续展开抓捕巴伯罗的行动 虽然卡里略上校带队 发动了很多次的突袭 可巴伯罗的眼线 到处都是 总能在他们来之前逃走 很快巴伯罗作为回应 再次发动了行动 制造了一场震撼全国的炸弹袭击 巴伯罗已经将恐怖主义 升级为了战争 这相当于在他的后背上 画了一个靶子 给了对手卡利集团 趁虚而入的机会 之前两个集团 就经常因为地盘的争抢发生摩擦 现在全部经理 都在对抗政府的巴伯罗 只好妥协了卡利集团的要求 以共享洛杉矶的市场 换来暂时的和平 同时巴伯罗派去和政府谈判的说客 也无功而返 加维利亚再次拒绝了对方的要求 这一消息也完全惹恼了巴伯罗 他决定继续展开报复行动 向总统示威 巴伯罗命令手下 绑架了一些高官的家人 以此来威胁总统 接受他谈判的要求 可加维利亚并没有因此屈服 他坚持要求巴伯罗 释放人质主动自首 于是巴伯罗开始残忍地杀害人质 并且将下一个绑架目标 锁定到了前总统的女儿戴安娜身上 她不仅是著名的新闻主持人 而且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极高 巴伯罗想借此来搞垮加维利亚 不出他所料 很快前总统夫妇 就组织其他人找到加维利亚 要求他同意巴伯罗的谈判 来换取家人的平安 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危 加维利亚顶住了压力 命令搜查队加大对巴伯罗的抓捕力度 巴伯罗希望戴安娜录制一段视频 来说服总统和他谈判 作为交换条件 巴伯罗可以释放一名人质 很快戴安娜拍摄的视频 就寄到了总统府 看到自己的女儿还活着 前总统建议加维利亚同意巴伯罗的要求 否则自己将不在经济和政治上 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无奈之下 总统被迫同意了巴伯罗谈判的要求 一边商议条款来拖延时间 一边允许美国的飞机进入境内 希望尽快帮助他们 搜集到更多关于巴伯罗的情报 莫菲和潘娜得到消息 巴伯罗的手下毒药带人在执行任务 可等他们赶来时 还是晚了一步 飞机爆炸案的知情人已经全部被杀害 只有抓住毒药 才能找到巴伯罗的藏身之处 就在潘娜控制住其中一人时 令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从一旁跳出了一个小男孩 拿枪指着潘娜让他放人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杀手 在自己眼前逃走 在这些穷人的眼中 巴伯罗就是他们的神 而此时的巴伯罗 正带着古斯塔沃 规划着他们的未来 当事情的真相太难令人接受的时候 谎言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巴伯罗又一次用他的方式 让世界顺从了自己的意愿 在哥伦比亚政府的配合下 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总统一边拖延谈判时间 一边继续追捕巴伯罗 卡里略上校带领搜查队 进山抓捕巴伯罗 但还是被狡猾的巴伯罗 从小路逃走 等他们赶到时 那里只剩下了一只 挂着电话的小毛驴 巴伯罗利用戴安娜 再次给总统发去警告 如果不能继续透明地进行谈判 他就杀了所有人质 前总统夫妇迫切地 希望加维利亚能够妥协 但巴伯罗谈判的条件 他无法接受 不仅要废除和美国签署的引渡条约 巴伯罗还要住进他自己建造的监狱里 并且监狱的看守 也需要用巴伯罗自己的人 于是总统和巴伯罗谈判条款 来拖延时间 让美国的飞机继续搜集情报 进行抓捕 但一次行动的失败 让加维利亚放弃了坚持 卡里略上校根据情报 找到了关押人质的地点 他带领搜查队突袭这里 想要救出人质 但上校怎么都没想到 在他击杀了最后一名敌人后 才发现藏在柜子里的戴安娜 也被捂杀了 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 哥伦比亚人民来说 戴安娜的死 变成了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荧幕上的形象 早已深入人心 而总统也为此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决定同意巴伯罗的条件 结束这场战争 尽管莫菲和潘纳极力反对 但此事已成定局 就连卡里略上校都接到了命令 等巴伯罗投案自首时搜查队 就立刻解散 此时的巴伯罗正带着手下 规划着监狱的建造 这里面不光要有足球场和泳池 而且一楼还必须配备 带按摩的酒吧 在他和古斯塔沃被监禁的时间里 希望眼前的两个合伙人 帮忙监督业务 保障集团的生意 可以正常运转 可这次胜利的代价 也必须由他们一起来分担 巴伯罗命令所有集团的合伙人 每个月上交20万美元的战争费 虽然表面上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 但有人却在暗地里搞起了小动作 他们趁巴伯罗和家人团聚的时候 制造了汽车炸弹袭击 巴伯罗很快就意识到 想对付自己的不光是警察 还有躲在暗处的新对手 而这一切都是巴黎集团搞的小动作 他们不仅策划了那次袭击 巴丘还准备从内部来把解麦德林集团 他煽动奥乔亚兄弟 用他的妹妹为诱饵 将他和古斯塔沃约会的地点提供给军方 来换取不引渡不研判的投降协议 很快卡里略上校就带人抓捕了古斯塔沃 由于巴伯罗已经和政府达成谈判 他们只能私下对古斯塔沃进行审讯 上校逼问他巴伯罗的藏身之处 但他们用了所有的办法 可古斯塔沃还是没说 他是不可能出卖自己兄弟的 最后古斯塔沃被上校的人给活活打死了 将他抛尸荒野还伪装成是被枪杀的 当巴伯罗得知兄弟被杀的消息悲痛万分 命令手下将古斯塔沃的遗体好好安葬 巴伯罗一怒之下命令手下袭击巴利集团 趁着他们在踢球时发起了攻击 原本想干掉巴丘给兄弟报仇 但当时球员穿的衣服都一样 等他们发现巴丘时他已经成功逃走了 在古斯塔沃下葬的当天 政府宣布废除了和美国的引渡条约 而巴伯罗也和政府签署了协议 坐上直升机飞往了他自己建造的监狱 这是我在所有剧中都没见过的监狱 虽然外表看起来破败不堪 但内部却截然相反 每周都会有货车 按时送来美女和美食 这就是巴伯罗为自己建造的私人监狱 里面的育友都是他在家乡精心挑选出来的杀手 虽然在这里并没有束缚 但笼子终归是笼子 巴伯罗始终不能忘记兄弟古斯塔沃的死 一边继续让手下对卡利集团实施报复 一边让合伙人出面和巴丘商议和平条件 巴丘提出支付300万美元双方回归和平 可巴伯罗不接受任何低于1200万美元的生意 于是巴丘又利用战争费 想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两人跟着巴伯罗出生入死多年 根本不为所动 最终巴丘同意支付1000万美元的和解费 但巴伯罗却从两个合伙人口中 听出了巴丘对他的不尊敬 巴伯罗一怒之下把价格抬到了3000万 否则卡利集团就永无宁日 并且他还把合伙人的战争费提高到了每个月100万美元 随着战争的结束 卡利略上校也被派往国外 临走前他给莫菲和潘娜看了监狱的照片 这哪是监狱 分明就是一座度假村 而且麦德林集团的贩毒量越来越大 莫菲和潘娜决定继续寻找巴伯罗的把柄 经过研究两人发现 他们为了躲避军方的监控 开始使用最传统的信歌来传递消息 于是两人便蹲守在监狱外 猎杀信歌来拦截消息 纸条上写着下次的交易地点在地道里 回去后两人就让同事开始扫描整座监狱 但根据显示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密道 就在两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莫菲妻子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们 或许他们口中的密道就是这辆卡车 第二天两人故意在半路拦下送货的汽车 打开车厢在最里面的角落安装上了摄像头 莫菲利用非常规手段将司机变成了线人 要求他以后每次运货都要拍下照片 从此以后巴伯罗在监狱里就没有了秘密 很快照片就被基督局送到了总统面前 但他担心的只有照片是否会被人泄露给媒体 如果让他再送进去监狱的美女和炸弹之间做选择 他更希望巴伯罗这辈子都住在那里面 但长时间在监狱的生活让巴伯罗开始变得多艺 一个农民在属于合伙人的地里挖出来300万美金 而合伙人最近报告刚好被扣了300万的货 加上杀手副官在他一旁煽风点火 巴伯罗起了疑心 他觉得是因为战争费的提高让两人背叛了他 事实上那钱就是巴伯罗以前自己埋的 而那块地之前也是属于古斯塔卧的 就在两人要离开时巴伯罗动了杀心 两个合伙人都被活活打死 然后扔进了焚尸炉 两个毒枭失踪很快就传得满城风雨 大部分都传言说是巴伯罗干掉了他们 于是巴丘找准机会 让手下将消息告诉了基督局的人 起初莫菲和潘娜根本不信对方说的 回去后两人仔细研究了货车司机提供的照片 发现两人确实那天去过监狱后就没再出来 为了能真正制裁巴伯罗 莫菲决定把照片交给媒体 媒体公开了巴伯罗在狱中穷奢极欲的生活 同时警方也宣布 介入调查两个毒枭的死因 看到这个结果 同事们纷纷给莫菲潘娜送上了赞扬 但不幸的是 这次行动并没经过上级的允许 作为处罚 大使将莫菲和潘娜做了停止处理 面对舆论的压力总统 立马召开了行动会议 最终他们决定以劝说的方式 让巴伯罗转移监狱 只要他进入到真正的监狱里 一切就都结束了 很快哥伦比亚军队就包围了整座监狱 巴伯罗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对 命令手下拿好武器 准备随时战斗 如果有人敢闯进来 就可以开枪射击 巴伯罗知道此时开火 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 他更期待着政府派人来和自己进行谈判 果然到了晚上国防部长来到了监狱 他代表总统 希望巴伯罗暂时转移到其他监狱 谎称政府要帮他们重新修缮 加固这里 可巴伯罗一眼就识破了对方的谎言 指责他们背弃了之前的协议 巴伯罗为了能和总统直接对话 还扣下了国防部长作为人质 在拨通电话后 他故意泄露出被扣押的消息 随后装作未接通挂掉了电话 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总统决定派出特种部队进行强攻 他刚下完命令巴伯罗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一群亡命之徒 怎么可能是特种部队的对手 没用多久 他们就攻入了监狱内部 清理掉所有敌人后 成功救出了国防部长 但却一直没见到巴伯罗的身影 特种部队搜遍了整座监狱 终于在一个房间里 发现了一个藏在暗处的密道 巴伯罗再一次逃出升天 不见了踪影 巴伯罗究竟有多恐怖 能让哥伦比亚政府如此害怕 不光派出数千人的军队 对他进行抓捕 还有250名特种作战小队 七条警犬和四架直升机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巴伯罗插翅南非时 事情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 从小路逃下山的巴伯罗 遇到了守卫的军队 就这样他再次逃出了政府的围捕 和家人躲进了他数不尽的中原当中 第二天早上巴伯罗越狱的消息 就登上了新闻 总统下令让军队驻扎到麦德林 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巴伯罗 他相信巴伯罗一定躲在某个民房里面 此时不但哥伦比亚政府 在通缉巴伯罗 就连麦德林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问题 在监狱被巴伯罗误杀的合伙人妻子朱棣 也在四处打听巴伯罗的藏身之所 想要杀了他给丈夫报仇 而麦德林集团的其他黑帮成员 则抱着观望的态度 但巴伯罗可不是个普通的小角色 他命令手下找个靠谱的司机 带自己出门办事 这样才能巩固他岌岌可为的地位 就这样巴伯罗躲在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有惊无险地回到了 他在麦德林的财务中心 得知朱棣这些日子都在外散播谣言 鼓动其他的合伙人不要交钱 巴伯罗安排他们转移到新的办公地点后 就带人来到了朱棣的实验室 虽然他不在这里 但巴伯罗干掉了朱棣的弟弟 丈夫和弟弟的死让他无法接受 朱棣决定找个更强大的盟友来联手对付巴伯罗 与此同时莫菲和潘娜接到了线报 得知巴伯罗的手下出现在了会所附近 只要抓住他就能找到巴伯罗的藏身之所 等潘娜带人来到会所准备行动时 却刚好被激警的司机发现了 他迅速躲进会所里 呼喊同伴赶紧逃跑 最终两人躲进集市里 才躲过了潘娜的追捕 晚上巴伯罗喊来睡客 让他再次和政府谈判 只要总统保证他的安全 巴伯罗可以回到自己的监狱里扑完刑期 但这次巴伯罗失算了 总统不再准备继续卸伤 他要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巴伯罗 你绝对想不到大毒枭巴伯罗 会差点死在一个马桶上 哥伦比亚总统在电视上的演讲 让巴伯罗误以为这是对方的主动示弱 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并提出谈判条件 巴伯罗愿意以低调的方式 被关进任何一所监狱 但总统需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可巴伯罗这次打错了算盘 总统不仅没有想要继续和他谈判 还接受了美国新任总统的合理武装支持 首先美国委派了前海军的狠角色 亚瑟维新任大使 负责这次毒枭清除行动的指挥工作 随后又派来了CIA最顶尖的特工获取情报 还给潘纳和莫菲委派了新任上司 来确保他们不会再给国家形象抹黑 巴伯罗让律师登门拜访 想继续和总统谈判 却总是吃壁门羹被人拒之门外 直到一天 律师被哥伦比亚总检察长接见了 他为了国家的和平 愿意接受巴伯罗的谈判 因为哥伦比亚的法律规定 总统是无权干涉总检察长工作的 他只能委派手下劝说总检察长 停止这荒唐的行为 可总检察长坚持要继续和巴伯罗谈判 这让总统再次处于了十分被动的境地 他加大了悬赏巴伯罗的金额 想要更快地抓住他 很快他们就接到了各种各样真真假假的消息 里面还有很多是巴伯罗的手下 故意放的烟雾弹 当潘纳和莫菲赶到指定地点时 却发现里面连巴伯罗的影子都没有 当然偶尔也有些靠谱的情况 现人发现巴伯罗的手下 买了一个极其奢华的马桶 和他在之前的监狱里用的马桶一模一样 潘纳立马让人开始监听马桶派送的区域 经过技术人员的分析 确定巴伯罗就躲在庄园里 但仅凭他们的人手 肯定不足以开展抓捕行动 于是他们立马将这一线索告诉了总统 希望他可以派遣军队配合这次行动 本来这应该是一次秘密的潜入抓捕行动 他们应该偷偷包围庄园后 再实行抓捕 却被自负的皮松上将 带人大张旗鼓地闯了进去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巴伯罗的耳中 熟睡的他被手下叫醒 带着家人连忙逃走 等上下的部队赶到巴伯罗的庄园里时 他们早就从提前修好的地下通道离开了 深夜带着家人四处逃亡的生活 让巴伯罗再也无法忍受 之前他是为了和政府谈判才不做反击 但现在巴伯罗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决定再次向政府开战 巴伯罗的反击行动 让政府损失惨重 一天之内就有50多名警察在街头遇害 这让皮松上校不得不主动辞职 这些无辜被害的警察 让总统也感到十分愧疚 作为对巴伯罗反击的回应 总统决定召回派遣在外的卡里略上校 尽管卡里略的办事手法有些极端 但他才是巴伯罗真正惧怕的人 刚回到搜捕队的卡里略 就决定给巴伯罗一个下马威 他带着上百人的部队 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巴伯罗建造的社区 当着所有人的面在他的画像上撒了一泡尿 来告诉巴伯罗自己已经回来了 表面上卡里略上校是在向巴伯罗示威 实际上他是想从巴伯罗的眼线下手 他带着部队出发的同时 就在监听沿途的无线电 但获得了精准的定位之后 他们开始了行动 卡里略上校带着便装的搜查队展开了抓捕 很快 他就将那些为巴伯罗卖命的孩子都抓了起来 尽管这些孩子的年龄都不大 最小的甚至只有几岁 但对于卡里略上校来说 他们就是杀人凶手 为了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卡里略掏枪直接干掉了其中一个孩子 说完卡里略还给了其中最小的孩子一颗子弹 让他转交给巴伯罗 这是送给他的礼物 随后就放走了这些乳秀未干的孩子 第二天 巴伯罗就收到了卡里略给他的礼物 在得知卡里略的所作所为之后 巴伯罗找到记者大媒 想要曝光他的行为 与此同时 朱蒂也见到了巴黎集团的真正老板 作为全球第二大贩毒集团的一号人物 不为人知的吉尔伯托 行为总是异常低调 表面上他是个银行家 和弟弟米格尔 有着属于他们的商业帝国 而实际上 这些都是他们掩护的工具 他们和巴伯罗的麦德林集团一样 都靠贩毒为生 但不同的是 他们更喜欢躲在暗处操控一切 追求最低的风险 来赚取最大的利润 他们不像巴伯罗一样 闷声发大财的人 现在巴黎集团和朱蒂 有了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想办法除掉巴伯罗 前者是为丈夫报仇 而后者则是想赢得更大的市场 但巴黎集团并不想正面来对抗 这会让他们无法保持低调 于是米格尔想借卡里略上校的手 来除掉巴伯罗 他们让手下故意给潘纳提供实验室的信息 很快上校就带领搜狗队 对其进行了突袭 里面为数不多的守卫 并没给行动带来多大的难度 没过多久军队就控制住了整个实验室 这次行动收获最大的 就是抓住了巴伯罗的心腹盖托 为了从他口中获取到巴伯罗的消息 卡里略上校将他们带上了直升飞机 嘴上说着要把他们送去监狱 可卡里略上校却一直在试图说服他们和自己合作 为了让盖托张嘴 他一把推下了身旁的毒贩 但这并没有吓到盖托 他还是拒绝合作 不肯透露出任何关于巴伯罗的信息 大毒枭巴伯罗最近总是作者相同的噩梦 在梦里 他的妻子死在了卡里略的枪下 如果想要自己的家人平安无事 他就必须想办法除掉卡里略 很快 卡里略枪杀孩子的事情就登上了新闻 但结果却出乎了巴伯罗的预料 哥伦比亚总统和美国政府都否认了这件事情 于是他继续给有影响力的记者写信 想要曝光卡里略的罪行 把他送上军事法庭 可此时的卡里略并没有停下对巴伯罗的抓捕 他带领搜查队摧毁了巴伯罗 一处又一处的实验室 卡里略认为每杀死巴伯罗的一个手下 就会离抓到他更近一步 根据情报 他们又发现了一处可疑的地点 卡里略带领搜查队对那里进行了突袭 成功击毙了麦德林集团的几个核心人物 这让整个麦德林集团开始变得人心惶惶 而巴伯罗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与此同时 Ci的特工找到了卡斯塔诺兄弟 他们是与游击队常年战斗的准军事部队首领 当年他们的父亲曾被游击队绑架后杀害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复仇之旅 一切与游击队相关的人都格杀勿论 而恰好巴伯罗曾与M19游击队有过合作 在CIA特工的怂恿下 巴伯罗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并建议他们与卡利集团结为联盟 但谨慎的卡利集团拒绝了兄弟俩的邀请 他们暂时还不想公然和巴伯罗为敌 丽蒙在成为巴伯罗的司机后 一直忧心忡忡 生怕哪一天自己也会惨死街头 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女友 想用理应外合的办法将巴伯罗交给搜部队 女友通过自己的闺蜜见到了潘娜 说自己可以提供巴伯罗的行踪 潘娜赶紧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卡利略 他们决定相信这个女孩一次 第二天潘娜果然收到了女孩提供的信息 他们通过监听那个区域的电话 确认了那里出现的就是巴伯罗的声音 卡利略上校立马带着搜查队出发进行抓捕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巴伯罗的阴谋 当搜查队在赶往目标地点的途中 一旁的汽车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狭窄的街道将搜查队的队伍一分为二 两辆大货车一前一后将他们的去路拦住 躲在两侧房子里的毒贩开始向下疯狂射击 在没有掩体的情况下 搜查队很快就死伤殆尽 卡利略上校也身中竖枪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这时巴伯罗走到了他的面前 将卡里略送给他的子弹 亲自还给了对方 事后巴伯罗为了感谢利盟的女友给了他一些钱 这时女孩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 卡利略上校的死让几方势力都措手不及 卡利集团决定立马和卡斯塔诺兄弟合作 来共同对抗巴伯罗 副安全部长为了保护总统 不被媒体和反对派讨伐 挺身而出成为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 而潘娜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尽管同事们都不认为 卡利略的死他有责任 但潘娜依旧无法原谅自己 他开始变得一蹶不振 每天借酒消愁 这天潘娜的线人在酒吧里找到了他 将他带到了一处守卫森严的庄园 在这里潘娜见到了正在等候他的朱蒂和卡斯塔诺兄弟 大毒枭巴伯罗在解决掉卡利略上校之后 生活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美好惬意 在他的杀手大军的保护之下逍遥法外 并且麦德林集团的面粉生意也越做越大 特别是狮子负责的迈阿密市场 更是供不用求 他利用手中的走私网络 成蹲成蹲的为巴伯罗出货 其实想要把面粉运往迈阿密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洗钱 并且把钱运回哥伦比亚 况且巴伯罗目前还在和政府对抗 更需要大量的现金支持 因此狮子被巴伯罗要求 尽快回国与他面谈 卡利略死后搜查队队长的位置 一直空缺着 没人敢在巴伯罗的威胁下接任这个职位 越来越多的情报 只能堆积在桌子上无人查阅 可总统此时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那就是曾屡历战功的马丁内斯上校 在新兵就职典礼上 总统找到了马丁内斯 希望他可以出任搜查队的新长官 但马丁内斯不断地拒绝总统的邀请 直到在总统口中得知 自己的儿子已经加入搜查队 为了保护儿子的安全 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另一边 朱蒂和卡斯塔诺兄弟试图说服潘纳 想让他提供缉毒局的情报 帮助卡利集团共同扳倒巴伯罗 可潘纳却不屑与他们合作直言拒绝了对方 临走时朱蒂为了表示诚意 给了他提供假情报的女孩的住址 潘纳带人抓到了女孩 本想带回局里审问 但女孩一直在解释 自己也是被人利用了 潘纳思考过后决定再相信他一次 便让他找个借口 与男友利盟出来见面 随后便跟踪利盟 来到了巴伯罗的一处实验室 潘纳立马联系搜查队 说明了情况请求支援 可收到的回复 却是需要请示上级 刚想离开时潘纳发现 巴伯罗的心腹维拉斯科 居然也在这里 他知道机会难得 于是立马拨通了朱蒂的电话 没过多久卡斯塔诺兄弟 就带人赶了过来 这些人可都是身经百战 九经沙场的战士 一点都不比哥伦比亚的正规军差 他们训练有素 配合默契 很快就解决了屋内的敌人 眼看情况不对 维拉斯科顺着小路逃走了 幸好对方也早有准备 直接断了他的后路 巴伯罗的人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自然免不要酷刑 从他的口中朱蒂 知道了大量关于巴伯罗的信息 还得知狮子明天 就会回国来见巴伯罗 第二天 卡利集团安排人 在机场接走了狮子 他们打算利用狮子 来接管迈阿密的市场 并让他传信给巴伯罗就说 维拉斯科没来接自己 他担心出问题 便返回了迈阿密 之后的日子里 潘纳为了干掉巴伯罗 开始频繁向卡利集团 提供有用的情报 这让巴伯罗的生意 受到了很大的干扰 在交易时 手下被人枪杀 还被抢走了钱 自己的实验室 截二连三的被人摧毁 卡利集团找到了 攻击巴伯罗的绝佳方法 虽然不是很光彩 但是很奏效 为此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名为 洛斯佩佩斯的全新组织 自从名为洛斯佩佩斯的 反抗组织成立后 麦德林集团就开始 不断受到重创 就连巴伯罗派出去的探子 都一无所获 他根本就不知道 敌人到底是谁 虽然巴伯罗猜到 可能是卡利集团下的黑手 但苦于没有证据 他也不好发动战争 而哥伦比亚政府 则对反抗组织选择视而不见 总统认为只要巴伯罗落网 那反抗组织 也就会随之消失的 现在的首要目标 就是尽快抓到巴伯罗 很快 搜捕队就又获取到了重要的情报 巴伯罗一名手下的女友怀孕了 对方极有可能会去看望女友 莫菲说服 马丁内斯上校立马采取了行动 封锁附近的街区 然后挨家挨户地搜查 但这对潘娜来说 简直就是恶好 他已经把情报 也告诉了卡斯塔诺兄弟 等对方接到消息 准备取消行动时 却恰好遇见了搜查队 在路口设置的检查站 卡斯塔诺兄弟试图贿赂对方 想赶紧离开 但正直的士兵没有接受 反而想逮捕他们 一瞬间反抗者组织 和搜查队剑拔弩张 幸亏潘娜及时赶到 才避免双方交火 在他的帮助下 卡斯塔诺兄弟通过了关口 莫菲也因此知道了 潘娜在给对方提供消息 两人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不化而散 巴伯罗的手下 可以说是遍布各行各业 其中有一个人 便是名专业的医生 利用植物之变 他找到了反抗组织的一名伤员 在逼问下 对方说出了反抗组织的幕后黑手 正是卡斯塔诺兄弟和卡丽集团 于是巴伯罗对卡丽集团 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在卡丽集团老大 吉尔伯托女儿的婚宴场 巴伯罗派人炸掉了整个婚礼现场 但卡丽集团的三大巨头都没被炸死 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吉尔伯托因巴伯罗的疯狂行为 大发雷霆 命令手下开始反击 这天正好是哥伦比亚的基督将林杰 巴伯罗的妈妈 不顾儿子和儿媳的反对 带着司机偷偷前往教堂 去参加活动 就在巴伯罗的妈妈 正在虔诚地坐着祷告时 反抗组织的线人已经盯上了他 对方并没有急于动手 而是偷偷跟踪他们回到了庄园 刚回到家里 反抗组织的人就开始了攻击 慌乱中妻子带着孩子从后门逃走 反抗组织的人从地下室攻进了屋内 巴伯罗只好带着手下赶紧撤退 等他上车后带着家人狼狈逃离 前往了新的藏身所 暂时安全后 巴伯罗为了家人的安全做出了决定 让他们前往国外暂时躲躲 等这一切都结束后再接他们回来 却不想这一别之后 一家人就再也没团聚过 为了让政府帮助自己 对抗反抗者组织 巴伯罗派人炸掉了卡利集团的正当生意 并威胁政府 如果还对反抗者组织做事不管 他就会制造更多的爆炸袭击 但这并未让反抗者组织停下脚 他们更加疯狂地袭击巴伯罗的实验室 屠杀巴伯罗的手下 并把他们摆成各种奇怪的造型 尽管潘娜指责对方的行为太过嚣张 可他们却认为这么做的效果十分显著 他们就是要让巴伯罗身边的人都感到害怕 很快反抗者组织又盯上了巴伯罗的律师 在他回家的路上被反抗者组织的人掏袭 由于枪手的失误 律师并没有死 他连忙街上刚放学的儿子躲了起来 反抗者组织找到潘娜 让他帮忙找出律师 这次他并不打算继续和反抗者组织合作 他根据线索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律师 说服了对方与他合作 提供更多关于巴伯罗的信息 但这一消息也被朱棣等人知道了 CIA的特工出面试图说服他继续合作 但潘娜并没有接受 等他再回到旅馆时 发现律师父子已经被反抗者组织给残忍杀害 巴伯罗为了家人的安全决定送他们出国 他故意买了八个不同的航班以求安全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政府那里 上次命令莫菲立即赶往机场跟踪巴伯罗的家人 他发现巴伯罗的家人最后乘坐的是去往德国的航班 便买了机票 同对方一同飞往德国 等到降落后莫菲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进入德国境内 于是莫菲便向当地警察 举报巴伯罗的家人随身携带了大量的外汇现金 也因此他们暂时被扣在机场里无法入境 巴伯罗在得知此事之后大发雷霆 他给德国的机场和大使馆打去恐吓电话 如果不让他的家人入境 他就炸掉德国机场 与此同时 经过总统与德国政府的交涉 他们同意禁止巴伯罗的家人入境 并立马将他们遣送回哥伦比亚 等巴伯罗的家人回到国内后 他们就被首席检察官掠入了保护性监禁 国家警察将他们带到了一处安全屋 在得知自己的家人被遣送回国后 气愤的巴伯罗为了报复哥伦比亚总统 让手下策划了一场震惊全球的爆炸袭击 造成了数十人身亡 更有几十个无辜的孩子受伤 这使巴伯罗从平民罗宾汉 变成了哥伦比亚人民的敌人 大毒枭巴伯罗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他制造的爆炸袭击 让全国人民都感到震惊 以前支持他的人们也都变成了反对者 当卡利集团看到爆炸的新闻后 知道机会来了 吉尔伯托命令巴丘立马动身前往迈阿密 巴伯罗的运输主力成员狮子 已经被卡利集团收买 他把麦德林集团的贩毒路线和方法全盘交出 当卡利集团全面掌管了麦阿密的市场后 狮子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巴丘残忍杀害 反抗组织为了彻底瓦解麦德林集团的势力 还让朱棣出面于集团中 实力最大的盖安黑帮进行谈判 希望他们放弃巴伯罗和卡利集团达成合作 见巴伯罗大势已去对方 欣然接受了邀请 约定周五在地盟赌场与卡斯塔莫兄弟见面 此消息被盖安黑帮的一名手下泄露给了巴伯罗 他命手下召集剩下的人手 准备借此机会将反抗组织一网打尽 现在巴伯罗需要大量的现金来雇佣人手 于是便让财务带着奇卡去把藏起来的钱带回来 但被监禁在国内的家人 让他始终放心不下 便找来了记者大美想以采访为借口 将无线电话和一些钱带给他的妻子 虽然大美顺利地见到了对方 并把东西带到了 但第二天他就被反抗者组织给残忍杀害 与此同时警方在安全屋附近 抓到了巴伯罗的另一名手下布莱基 不仅缴获了他们联络用的无线电 潘娜还用炸弹袭击事件成功撬开了他的嘴 布莱基出卖了奇卡的联系方式 只要拨通对方的电话就可以进行定位 制定好作战计划搜捕队开始了行动 潘娜不断地给在取钱路上的奇卡打去电话 陌生的声音让奇卡赶到事情不对 在最后一处取钱地点奇卡选择了背叛巴伯罗 他干掉了一同取钱的同伴 想要带着这些钱独自远走高飞 但搜查队已经赶到了他的附近 最终奇卡还是落到了搜查队的手里 为了保命 奇卡答应提供巴伯罗的情报 说出了他正在组织人手对抗卡利集团的计划 到了晚上巴伯罗还未见奇卡等人回来 心中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在他正前往集结人手的路上时 巴伯罗突然接到了奇卡的电话 在电话里反复地确认巴伯罗到达的时间 他知道奇卡叛变了 挂断电话就命令利盟改变路线 已经无处可躲的巴伯罗来到了父亲的农场 这里与世隔绝 没有战争 只有青山绿水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了巴伯罗的消息 过了一个月后 总统开始谴责反抗组织的行为 而对方也承诺将会在近期解散组织 妻子每天都尝试用无线电联络巴伯罗 无意间被保护他的警察发现了 他偷出无线电的联络密码 交给了莫菲 随后他便找到马丁内斯上校商议 如何运用这一情报 在父亲农场的日子 让巴伯罗感到了快乐 他提出想把家人都接来这里 安享晚年 却没想到遭到了父亲的拒绝 原来父亲一直对巴伯罗的所作所为 感到可耻 这也让他下定决心离开这里 重新回到麦德林 大毒枭巴伯罗的心理 一直向往着权力的巅峰 如果当初他顺利当选议员 参加总统的竞选 恐怕整个哥伦比亚 已经变成了全球的制度中心 然而这一切 仅仅都是巴伯罗44岁的生日幻想 他现在只能躲藏在 麦德林的一处民房里 听得家人在无线店里 给他庆声唱着生日歌 但他们不知道 自己的通话内容 已经被搜捕对监听了 并且定位到了巴伯罗的具体位置 为了不打草惊蛇 马丁内斯上校决定 在他隐藏的附近 建立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 以便这次能够成功捉到巴伯罗 第二天 巴伯罗的家人就被政府告知 一周后将撤销 对他们的保护性监禁 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人 随时都可能被反抗 堵制杀害 妻子塔塔赶紧将这一消息 告诉了巴伯罗 在电话中 他劝丈夫主动自首 来换取孩子的安全 这对巴伯罗来说 是种痛苦的选择 自首的话 就代表着他这次彻底输了 巴伯罗答应妻子 会好好考虑他的建议 两人的通话 让搜捕队再次确定了巴伯罗的位置 搜捕队决定立马展开 对巴伯罗的抓捕行动 他们清空了附近的居民 将整栋楼围的水泄不通 不顾危险 决定开车出去转转 在麦德林市中心的甜品屋里 他遇到了警察 昔日的大毒枭巴伯罗 现在头发肮脏满脸胡须 就连他主动和警察说话 都没被对方认出来 巴伯罗干脆摘掉了墨镜 一边吃着冰淇淋 一边在市中心里悠闲地逛起了街 这一刻的轻松惬意 让巴伯罗十分享受 恍惚间 他看到了死去的表哥古斯塔沃 坐到了自己的身边 巴伯罗向他诉说了 自己最近的遭遇 曾经辉煌的麦德林集团 已经倒塌 就连妻子都劝他主动投降 回到家中的巴伯罗 再次联系了妻子 决定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来给政府施压 直到他们将自己的家人 安全送出国外 巴伯罗就进入丛林加入游击队 他要斗争到底 两人的通话再次被情报队间听到了 经过不断的搜索 他们终于在窗前看到了巴伯罗的身影 在确认对方的身份之后 立刻上报搜部队请求支援 很快一大群士兵 就赶到了巴伯罗的住宿附近 当他们将房子包围起来 准备破门而入的时候 邻居的狗叫声 让巴伯罗知道了危险 逃到屋顶的利盟 被狙击手率先击毙 巴伯罗只好一边反击 一边继续逃跑 可没跑几步 他也被狙击手一枪放倒在地 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巴伯罗 被搜查队的士兵一枪结束了幸福 一代毒枭的故事 也就此拉下了帷幕 得知巴伯罗被击杀的消息 哥伦比亚人民举国狂欢 而这场战斗中最大的赢家 莫属于卡利集团 巴伯罗的时代结束了 大王已死 小王长存 从此以后将没人再能与他们位置抗衡 但他们忘了一点 巴伯罗的死也正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美国已经把目光锁定到了卡利集团的身上 这是几亿粉丝期待已久的毒枭第三集 依然是熟悉的哥伦比亚味道 依然是9.4的某半高分 只是主角从前两季的巴伯罗 变成了卡利集团 自从巴伯罗命丧皇权 卡利集团一跃成为世界头号面粉集团 聚光灯照在巴伯罗身上这些年 他们不知不觉间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可以说深得明太祖老猪的精髓 他们的面粉流向了墨西哥和欧洲 甚至洒向远东 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源头是卡利集团 甚至为他们打工的人都不知道 卡利集团的大佬主要有四人 人称卡利四绅士 巴乔负责销售渠道和集团安排 看过墨西哥片的朋友对他肯定不陌生 查普主要负责集团的美国业务 常年在纽约活动 小罗是四人中的二号人物 主管财务和贿赂官员政客 而哥哥大罗是集团的大马 重大决策都出自他的手 今天是个大日子 四教父多年来首次聚在一起 因为大罗有个重要事情要宣布 集团内有头脸的人物已悉数到场 还邀请了一些重要的生意伙伴 大罗在聚会上向众人宣布 集团正与哥伦比亚政府谈判 计划在六个月后向政府投降 并交出所有与贩毒有关的资源 与政府换取最轻的刑罚 还能留住这些年赚来的钱 听完大罗的讲话 有人热烈鼓掌 有人勉强附和 也有人明显面露不满 虽然还有六个月时间可以赚钱 但他们并不想转型成合法商人 然而这毕竟是大罗的决定 没有人敢当场反对 这些人离开之后就开始发牢骚 有的在酒店给朋友打电话骂老板 有的在出租车上向朋友抱怨 但他们没想到 自己的话很快就传到了四大佬的耳中 集团每年在情道上的花销高达几十亿 尤其是在卡利市 所有入境的可疑人员 以及集团内的重要人物 一言一行尽在高层掌握之中 简直是哥伦比亚版本的KGB和棱镜文 这些人不出意外的话最终都神秘消失了 连渣渣都不剩 而克劳迪死的就比较冤枉了 他是萨拉查家族的人 算是卡利集团的合作伙伴 听完大罗的演讲后回到酒店 他和老婆玛丽半了两句嘴 随口抱怨了两句 大罗听到后建议放过克劳迪 毕竟只是夫妻间的私密对话 但小罗却持不同意见 巴乔和克劳迪素有过节 自然由他来负责执行老萨的消失 他是毒枭六记里的常驻角色 也是毒粉们最偏爱的那颗心 和男友的这段热舞就够稀粉 但更让人喜欢的 是他做事的风格 巴乔作为卡利集团四教父之一 直接和大罗提起想干掉克劳迪 因为两人间的夙愿已久 但毕竟克劳迪是卡利请来的客人 大罗不同意他现在报复 巴乔对老大哥尊敬有加 只能暂时割下仇恨 不过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四人在听监听录音时 发现克劳迪和妻子在酒店吵架 竟然言辞侮辱大罗 虽然大罗不太计较 但他的弟弟小罗却一反常态 要让克劳迪付出代价 原来小罗向来不爱热闹 此前的宴会上他孤单一人坐着 突然发现一个漂亮的游物 他起身上前搭讪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好不容易才得知对方叫玛丽 是克劳迪的妻子 好在这时大罗准备开始演讲 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演讲结束后他正好看到 玛丽和克劳迪似乎在吵架 看来两口子感情不太好 克劳迪真是长了一双狗眼呀 于是在听到克劳迪对哥哥的侮辱后 尽管哥哥提议放过克劳迪 但小罗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转头就送给巴乔一个复仇的机会 巴乔得知克劳迪和妻子吵完架 就去了附近一个酒吧找乐子 于是带着手下骑着哈雷来到酒吧 他先到吧台要了一瓶五粮液 然后走到克劳迪面前 克劳迪识趣地表示同意 毕竟这是在卡利集团的地盘 两人握手言和 巴乔和男友走进五十 伴随着他刚点的枝子花开 两人肆意地跳了一段热舞 异曲终了 巴乔回到克劳迪面前 随后巴乔把仇人绑在四台哈雷上 他骑上其中一台 听着悦尔的哀求声 淡定地加油 换挡 随后带着仇人的胳膊潇洒地去 巴乔享受了复仇的快感 而小罗则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正当玛丽苦寻一天找不到丈夫时 小罗派手下请玛丽前去 将昨晚的事告诉了他 玛丽得知后显得很伤心 但小罗递过去一杯酒时 他聪明地接受了 从此这个游物成了小罗的人 男人来到酒店房间 在四周看了看 随后拿出带来的工具 在玻璃旁打了一个洞 不一会儿 一个监控就安装好了 正对着酒店大床 他是卡利集团的安保副主管和系 原本和妻子商量好要辞职创业 但集团二老板小罗却不同意他辞职 让他至少干到集团转型成功 关键时期需要他这样的得力干脚 可惜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好同意继续效力半年 为此妻子还和他大闹了一场 卡利集团运输面粉的方式之一 是用氯气罐作为掩护运到美国 没用的氯气则被直接倒进下水道 然后飘进居民的房间 导致当地四人死亡几千人中毒 政府并没意识到这是卡利集团所致 以为只是普通的毒气泄露事故 但大罗看到新闻后非常生气 认为这种做法就和残暴的巴伯罗一样 于是把负责这事的侄子大卫臭骂一顿 他更担心的是被人查出真相 影响自己的招安大计 可偏偏前来调查的钦差维员清廉 大罗只能让安保部设法摆批 主管不知道怎么对付油盐不尽的钦差 于是找副主管何希来想办法 整个集团的情报资源瞬间被动员起来 每年几十亿每刀的情报开销不是白花的 很快何希就查到了一条线索 钦差夫人打电话给情人 计划第二天在老地方约会 至于老地方在哪 何希想查清楚太容易了 于是她提前来到酒店房间 安装好摄像头 就这样拿到了钦差夫人出轨的证据 大罗对何希的工作非常满意 不过下午钦差就要参加新闻发布会 对调查结果进行通报 该派谁拿着证据去威胁钦呢 捅出篓子的大胃酸溜溜的建议 让立功的何希把这事做圆满 大罗觉得这主意不错 于是何希只能照办 她找到钦差 得知钦差果然查出了真相 何希拿出对方妻子的出轨照来威胁 让她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外界 这只是普通的事正事故 但钦差却似乎早知道妻子的事 坚持要通报真相 何希却提醒她 一旦照片和视频公布 她的儿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天晚上 电视上播出了媒体报道 钦差果然按照何希的意思进行了通报 大罗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正准备出门看球赛 手下告诉她 球赛组织者准备在比赛室纪念受害者 另一边的何希看到新闻后却并不开心 这也成为她走向背叛的起因 对贩毒集团来说 想要赚钱太容易了 难的是能一直赚钱 李卡利集团的招案还有半年时间 这是他们最后的敛财机会 大罗派巴乔去墨西哥 确保能完成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 巴乔来到墨西哥 见到了随身带着三亿的阿玛多 您可以搭配一个更大的购买吗 我还有两个问题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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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乔告诉他还能合作半年 阿玛多不想失去这个熟悉的合作伙伴 于是劝说巴乔半年后自己单干 继续向自己供货 但巴乔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是让他确保完成最后一次交易 阿玛多表示没问题 大罗的招案计划似乎在顺利的进行 美国基督局的毒蛇 却不愿放任这些罪犯轻松洗白 由于他在扳倒巴伯罗实力下大工 已经升职为基督局驻哥伦比亚专员 经过不懈的调查 他终于找到了针对卡利集团的突破口 罪犯为了确保马内不会变成麻烦 都会想尽办法来洗钱 一次银行电脑故障 让毒蛇找到了卡利集团的洗钱痕迹 他根据情报查到了一个叫胡拉多的 是卡利集团的洗钱负责人 毒蛇决定自己去寻找胡拉多 并派出小帅和大壮去卡利市调查 接待两名探员的是当地的警长 警长问他们有什么任务 小帅告诉他只是随便找找线索 警长知道两人是不信任自己 两人坐上警长的车 警长愤怒地咒骂卡利集团 怪他们让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糟 这让小帅对警长产生了一丝信任 三人来到一栋大楼前 稍作调查就发现 上面六层都属于卡利集团 警长提议自己带人盯着这里 让两人回首都波哥大稿来搜查令 不料小帅直接从口袋拿出一张 让他立刻安排人手搜查 警长非常生气 他本想用这招把两个外国佬送走 不料两人却是有备而来 既然对方手续齐全 他也只能联系警员前来 警方的行动自然躲不过集团的耳目 集团安保部的副主管何希 早就派手下跟着两位探员 但他很快就收到了警队出动的消息 他知道集团总会计师帕罗在大楼上 于是连忙给帕罗打电话 让他带上手头的重要物品赶快离开 但帕罗正忙着大小罗兄弟交办的任务 根本没把他的警告当回事 何希只能飞速赶过去 然而此时 探员和警长已经带人进入大楼 何希爬楼梯来到帕罗办公室 看见他桌上的美刀和资料 简直要发疯了 但帕罗还没意识到严重性 拦着何希不让进 就在警方进门帕罗愣神的一瞬间 何希钻进了帕罗的办公室 他看到帕罗正在外面应付 连忙拉下窗帘 把桌上的重要文件塞进书柜 拿起垃圾桶 将桌上的美刀一股脑装进去 然后躲在里面大气不敢出 这时美国缉毒警大壮注意到了办公室 帕罗试图拦住大壮 但大壮执意要进去看看 何希这才注意到地上掉了一打美刀 就在大壮进门前 他一脚踢走了那个炸弹 大壮走进门四处查看 帕罗跟在后面 帮门后的何希拉上百页连 大壮搜寻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 只能离开办公室 与搭档小帅带着本地的警察 将外面大厅的资料封存带走 安全躲过一劫的何希和主管碰面 将今天的经过向他说了一遍 主管知道副手何希今晚约了妻子 于是让他去忙 剩下的事情自己来做 另一边小帅和大壮虽然拿到了文件 但查看了几份发现都是合法的 正想请警长帮忙运回首都伯格大 警长却坚持这些文件只能留在卡丽 还要求两人今晚飞回伯格大 他们这才知道警长已被卡丽集团买通 随后警长电话里向何希解释 之前没想到对方身上带着搜查令 后面又找不到机会警告何希 现在两个探员已经上了飞机 文件也已经被自己扣下了 何希这才放下了心 此时安保主管来找帕罗拿材料 但帕罗知道手中材料的重要性 坚持要亲手送过去 主管只能开车送他过去 两人只顾着为座位问题争执 丝毫没留意后面的大壮和小帅 原来两人并没有坐飞机离开 他们在机场排队时 大壮突然想到帕罗白天的一句脏话 听起来是智利礼语 如果他是智利人 就可以把他引渡到美国去 于是临时决定跟踪帕罗 他们一路开车跟着 一直来到一栋豪宅前 眼见车子开了进去 两人只能关掉车灯在不远处盯着 直到他们快睡着了 终于等到那辆车开了出来 看着车子后面的男人 小帅连忙提醒大壮 大罗太擅长做计划 不亏骑手这个外号 就连老婆们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每周一周二和三夫人一起 周三周四是二夫人 周五周六则归大夫人 至于周日嘛 安排给了他最爱的足球 哪个夫人若是想来也可以 他对自己和卡利集团 当然也计划好了 有多年来结交的精英 和政客保驾护航 他绝不会像巴伯罗一样 死在某个屋顶上 但大罗怎么也没计划到 今天是他享受自由的最后一天 美国缉毒景小帅和大壮 昨晚无意间发现大罗的住址后 当即向领导毒蛇汇报情况 毒蛇一大早就从首都波哥大大 要求卡利警方协同行动 行动前没收了所有人的通讯设备 就连警长都不知道行动目标 队伍开车来到一座豪宅门口 简单地布置了行动计划后 警方开始了抓捕行动 破坏了门禁系统 众人拥入院子 在房子里搜了一圈 却连只蚊子都没找到 毒蛇和警长沟通后 决定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此时卡利集团安保部的小安 正在豪宅外盯着 他向副主管何希汇报了情况 何希得知这座豪宅并不属于卡利集团 让小安悄悄撤走 就在这时何希接到二老板小罗的电话 让他出门替自己办件事 至于他手头的工作 小罗只是他交给主管接手 此时抓捕队已经翻遍了豪宅 依然一无所获 和警长沟通后 毒蛇小声告诉大壮 原来这次行动完全是障眼法 昨晚毒蛇接到消息后 就去见了马丁内斯上校 两人曾联手击毙了巴伯罗 当毒蛇装模作样实施抓捕时 上校带手下藏在一辆肌肉卡车里 现在卡车开到了大罗的豪宅 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卡车停在豪宅门口 装作车子出现了故障 门口的警卫前来驱赶 被藏在旁边的警察打晕后 十几名警察冲进了豪宅的院子 今天是周日 大罗的三个老婆都在 二夫人听到门铃声前去开门 结果看到的是 鹤枪实弹的警察 大罗听到声响连忙摸了 把枪藏了起来 房子里的人一瞬间就全被控制 收到消息的毒蛇 让警长把队伍解散 请他送自己三人去机场 路上毒蛇表示 临走前要去见个朋友 于是警长送三人来到了大罗的住处 警长刚下车就被上校的人控制 上校让一名手下看住警长 然后开始了问中捉鳖 此时卡丽集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他们买通的警长被人看着 安保专家何希被小罗派了出去 小罗自己则和情妇玛丽亲亲我我 丝毫不知哥哥此刻的处境 他被警方带到客厅 大罗向来以身世自居 从来都是衣着光鲜 看着镜子里灰头土脸的自己 只能盼着这场噩梦早点结束 此时豪宅外被卡丽集团收买的警长 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 趁着看守的警察不注意 连忙开车逃走 半路上究竟找到一个电话 向卡丽集团汇报 随后小罗就收到了哥哥被抓的消息 一时间整个卡丽市热闹了起来 卡丽集团的手下和本地警察全都触动 是要在抓捕队离开卡丽市以前 将大罗救下来 抓捕队也知道抓住容易带走难 连忙把大罗压进肌肉卡车 立即前往机场准备飞回首都波哥大 很快警方就发现了肌肉卡车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 警察终于拦下了卡车 但里面却空空如影 原来是毒蛇偷梁患主 用了一模一样的车来混淆视觉 大罗所在的货车顺利到达了机场 虽然有几位警察不让飞机起飞 但马丁内斯上校成功说服了这几人 让他们为机毒局探员放行 一小时后飞机顺利抵达波哥大 大罗此时已经镇定下来 他相信此前建立的人脉会起作用 自己很快就会被释放 卡丽集团的高层和中层们 齐聚在小罗送给情妇玛丽的房子 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惶惶不安 安保副主管何希终于赶了回来 他此前被小罗派去了北谱 接玛丽的儿子前来 小罗已经向政府施压 现在需要查出是哪里出了纰漏 安保主管想要解释 作为副主管的何希主动承担责任 因为机毒局方面的安保是何希负责 但小罗知道是自己派何希出去的 他让两人搞清楚问题所在 确保其他高层的安全 此时波哥大的政客们也忙了起来 他们一致认为逮捕大罗的行为 破坏了政府与卡利集团的投降协议 会引发卡利集团的战争行为 建议立即释放大罗 但总统却认为应该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在审判前大罗将一直被关押在监狱 忙了一天的毒蛇回到办公室 马丁内斯上校来找他 毒蛇给他倒了杯敬酒 不料上校却说 上校表示自己已经辞职 因为之前缉毒局探员在卡利查获的文件中 有一份从卡利集团受贿的警察名单 上校的名字也在其中 毒蛇向上校表示歉意的同时 又一次感受到腐败力量的强大 1995年 哥伦比亚毒枭大罗被捕 大老板意外入狱 整个卡利集团人心浮动 小罗命令安保部两位主管 一定要查出哥哥被捕的原因 副主管何希跟着主管一起 到监听中心进行调查 但并没有发现内部有嫌疑人 两人又来到机场 这才知道两个缉毒局探员 前天并没有坐飞机回拨疙瘩 可警长当时却告诉何希 他是目送两人上飞机的 主管认为警长在有意撒谎 但何希觉得他可能只是大意 两人来找警长 主管质问他两个探员的事 但警长却说自己打听过了 机毒局之所以查到大罗的好展 是因为跟踪了卡利集团的人 被跟踪的显然就是会计师帕罗 而送帕罗过去的正是安保主管自己 如果这是让小罗知道 主管肯定会被追究责任 他下的连忙劝说何希 既然小罗想要一个名字 不如让警长来背锅 小罗应该不至于去害警察 主管向小罗汇报完后 小罗特意问何希的意见 何希表示确实是警长的原因 他的大意让机毒局抓到了机会 小罗暂时也只能接受这个解释 汇报结束后 主管向帮忙打圆场的何希表示感谢 但何希还在担心 如果小罗找警长问话 那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可他不忍心看着主管不管 因为主管曾是他在部队时的上级 他的公司破产后 也是主管给他介绍了这份工作 两人分开后 何希来到女儿学校门口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手下小安的电话 两个美国探员还没有离开卡丽 而是在会计师楼下蹲守 何希意识到他们并没掌握多少情报 他让小安继续盯着 查出两人晚上住在哪里 忙了这么久 何希感觉很累 但看到妻子和放学的女儿 她的疲惫一扫而空 可还没有和妻子说上几句话 就接到了小罗的儿子大卫的电话 通知他去参加一个高层会议 何希觉得有些蹊跷 毕竟刚刚才向小罗汇报完情况 他想要联系主管问问 对方电话却没人接听 他只好一人前去会议地 何希跟着大卫走进房子 却发现这里的气氛非常诡异 完全不像是要开会的感觉 第一个房间里 竟然是主管的老婆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二老板的儿子大卫让他往前 何希只能继续跟着走 只见警长被两人架着拼命挣扎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何希看着警长差点被憋死 他的心快要跳到了舌头间 警长的头被按进水里 两只脚不断抽搐 直到一动不动 何希知道他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他没想到这些人真的如此残忍 随后大卫让他跟着自己 两人来到最里面的房间 面前一个人被套上了头套 大卫取下头套 果然是主管 何希强装镇定 大卫告诉他 下午何希去找老婆和女儿时 主管带着家人正要坐飞机逃跑 何希没想到大卫竟派人跟踪自己 何希试图劝说大卫放过主管 但大卫根本不听 主管大喝一声打断了他俩 然后央求何希这个下属间朋友 让他去救救自己的老婆 然而下一刻 何希想起主管的嘱托 连忙跑回进门的第一个房间 但主管老婆已经躺在血泊中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一直以来 卡丽集团的老板们都表现得很优雅 让何希误以为他不过是个另类的企业 可他终究是个贩毒集团 今天何希才第一次见识到毒贩的残忍 这时叫他来开会的小罗终于出现 小罗认定试图逃跑的主管就是内鬼 而警长又没有盯着探员离开 所以才导致哥哥大罗被捕入狱 稀里糊涂之下 何希成了新的安保主管 认清现实的何希意识到 只要他在卡丽集团一天 自己和家人就永无宁认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回到家 妻子宝拉正在哄孩子们吃饭 他不知道怎么和宝拉说 只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何希一个人躲在洗手间 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随后他来到外面 找到一个公用电话 装上反窃听装置 然后给他监控的美国基督探员打电话 小帅和大壮被吓得不轻 连忙到窗户边查看 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次日一早两人如约来到一处荒郊 过了一会打电话的神秘人来了 确认对方没有携带武器后 三人一起坐进车里 小帅正要介绍两人的名字 对方却早已知道 神秘人自称叫何希 是卡利贩毒集团的安保主管 手里有重要情报 可以作为审判大罗的证人 希望以此换取前往美国的豁免权 但两人觉得如果对方的身份属实 至少要帮忙抓到小罗 可何希表示自从大罗被捕 小罗就把自身的安保交给了儿子大罗 他也不知道小罗的位置 小帅问他为何要和缉毒局合作 何希表示他厌恶集团的心狠手霸 同一作证只是想保护家人 两人却坚持要何希帮忙抓到小罗 对于这始料未及的条件 何希表示要考虑一下 何希回到市区向手下安排了任务 然后与大卫商谈 希望能参与保护小罗 但被大卫言辞拒绝了 当天是卡利市的大日子 一年一度的萨尔萨捷开幕式 人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喝酒狂欢 以往开幕式都是由大罗主持 但今年大罗人在监狱 大卫极力劝说小罗去主持 小罗原本不喜欢热闹的场合 加上担心安全而不愿出门 但最终他还是被儿子说服 毕竟作为新一任国王 总希望在人前露露脸 他特意邀请玛丽作为女伴一起出席 大卫将何希叫到开幕式的酒吧 商讨晚上的活动安保 何希得知小罗将会出席 私下通知了小帅 让对方召集人手准备抓捕 做好一切准备后 何希回家让妻子宝拉收拾东西 准备晚上离开 至于原因则没敢和宝拉说明 当天晚上 小罗果然带着女伴玛丽到场 何希带着两人来到二楼贵宾区 然后在一楼看到了两个探员的身影 以及很多藏着武器的人 开幕式正式开始 小罗在欢呼声中上台主持 何希称重人不注意 给小帅使了个眼色 两人在洗手间里碰头 何希怕伤疾无辜特意提醒小帅 可小帅表示自己并没带人来 这次只是来确认何希是否可信 何希这才意识到刚才看到的那些人 很可能是其他毒贩派来的杀手 连忙让小罗离开 楼下的杀手察觉到了一样 于是开始了袭击 酒吧里顿石乱作一团 借着手下的掩护 何希和大卫保护着小罗 终于成功逃离了战场 小罗回到住处 想起儿子大卫在酒吧一直忙着享受 是何希提前发现苗头 才救了自己一命 于是决定将自己的安保重新交回何希 何希表面恭敬内心却在窃喜 从此他可以随时掌握小罗的行踪 随后他就来找两个缉毒局探员 将不信任自己的两人一通臭骂 终于取得了两人的信任 然后他将小罗的住址交给他们 这次发动袭击的是北谷集团 以往双方之所以相安无事 是因为卡丽集团过于强大 北谷集团只能养人鼻息 当大罗宣布半年后投降时 北谷集团的爱恼表面上顺从 心里却根本不愿意洗白 现在大罗被捕 北谷集团嗅到了当老一的机会 于是同时刺杀巴乔和小罗 小罗查到是北谷在岛事 决定向对方发起战争 诞生在监狱的大罗极力劝阻 觉得这会影响集团的投降计划 小罗懒得在听哥哥续道 现在他才是卡丽之王 此时巴乔正在从墨西哥往回赶 查普也因一起爆炸事故离开了纽约 正好三人可以聚在一起商讨一下 小罗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查普有些疑惑 一群人正在认真听课 教堂外突然一声枪响 几个男生拎着枪出去一看 门口罚站的小弟已经倒下了 眼前还有一辆骚口 放着震耳欲聋的歌 小头目下令大家开枪 一梭子打完 整个世界安静了 一个男生认出了这辆车 是刺杀巴乔的杀手开的 然后 随后巴乔霸气地走进教堂 站在台上 让众人转告他对爱恼的喊话 塔利集团已经宣战 请北谷集团接战 北谷集团由四个家族组成 除了爱恼所在的家族 还有戈尔达的萨拉查家族 之前被巴乔司马分尸的克劳迪 就是戈尔达的儿子 北谷集团掌握着最大的面粉运输港口 他们比卡丽集团残忍多了 电锯活人是家常便饭 卡丽三教父商量过后 决定抢走北谷的港口 就在小罗忙着和北谷集团开战时 安保主管何希再次和缉毒局探员见面 他问两人既然已经知道小罗的住址 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 两人解释这需要美国基督局申请 哥伦比亚政府同意后才能实施 现在行动计划已经确定 将于次日凌晨发动突袭 三辆卡车从不同方向前往目标大楼 直升机则直接飞到楼底 但何希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 因为卡丽集团的安保密不透风 各个路口都有安保人员24小时盯着 如果卡车直接开过去 小罗就会提前收到通知 眼看行动计划如此粗糙 何希表示届时自己会亲自站岗 确保抓捕队悄无声息的通过 他们知道这次行动只能成功 否则站岗的何希就会暴露 这天深夜 何希来到搜捕队即将通过的路口 值班的是他的手下小安 何希让小安回家休息 自己替他值班 就在这时何希接到电话 老板小罗让他上楼一趟 小罗见到何希前来 向他布置了任务 让他给监狱大罗的电话桩窃听装置 好知道大罗有没有乱打电话 从而影响卡丽和北谷的战争 何希满口答应下来 然后准备去替小安站岗 可小罗却非要何希留下来吃饭 何希虽然有重要任务在身 但也不敢拒绝小罗的邀请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缉毒局的抓捕行动已经开始 但何希还困在大楼里 现在只能关掉小罗助手的对讲机 确保小安的警告传不到这里 他趁小罗给自己拿酒的功夫 先关掉自己身上的对讲机 然后告诉小罗自己喜欢喝红酒 见小罗出去拿红酒 他连忙关掉助手的对讲机 此时抓捕队正好通过小安这个路口 尽管守在路口的小安不停提醒 但由于何希提前关掉了对讲机 楼里的人还丝毫没有察觉 但小罗随后就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何希装模作样地问小安什么情况 然后让小罗赶快撤离 但小罗决定在房子里找地方藏身 毒蛇带领直升机里的人空降在楼顶 然后从上往下包抄 大壮则带着地面部队从下往上 两队人很快就在小罗的这层楼会合 他们把这里搜了个底朝天 却找不到小罗藏在哪里 此时卡丽警方得到了消息 局长带着当地警察过来协助 实际上是想趁机帮小罗离开 毒蛇意识到他们要尽快找到小罗 否则阻力会越来越大 他让小帅给县人打电话 不料小帅告诉他 县人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小帅将何希和小罗的助手分开 然后向何希打听 何希表示小罗肯定在楼里 但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藏在什么位置 搜捕队只能继续寻找 此时小罗的儿子已经得知了消息 他连忙找到正在上网求客的检察长 让他务必去阻止搜捕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 搜捕队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小帅在一张桌子下找到了卡丽集团的障碍 而毒蛇和大壮则对比了楼下的房间结构 发现浴室明显被改造过 于是毒蛇决定把墙壁砸开 卡丽警察局长试图阻拦 但毒蛇根本不理他 大壮拿着电钻开始打扣 小罗藏在墙壁夹层里瑟瑟发动 钻头擦伤了他的手臂 他也不敢叫出声来 正当大壮准备砸开墙壁时 检察长不同于警方这种执法机构 他本身就代表着哥伦比亚的法律 小帅想不顾阻挠继续砸墙 但毒蛇考虑到可能导致的两国外交纠纷 只能中断行动 检察长还没收了两个探员的护照 大壮和小帅想留在附近继续监视 但毒蛇却表示三人都要回首部伯格大 向哥伦比亚国防部长汇报 击毒局的搜捕行动功亏一篑 惊魂未定的小罗走出藏身的墙壁 感觉像过去了一个世纪一般 大罗在监狱里看到了新闻 打去电话劝弟弟冷静 他已经让儿子谈好了新的投降协议 可惜看到任务失败 连忙打电话向小帅求助 他知道小罗接下来一定会调查内捷 请小帅尽快把自己和家人送到美国 但小帅这时也没有办法 接下来何希只能自保 从来不带枪的他 在家里抽屉里拿出一堆零件 不大一会儿就组装成一把威冲 卡丽集团的小罗差点被缉毒局抓到 惊魂未定的他现在对谁都不信任 小罗言辞质问在场的人 要求尽快找出内鬼 众人一致怀疑昨晚看守路口的小安 儿子大卫给安保主管何希打电话 让他立即找到小安把他带过来 何希知道如果让小罗见到小安 自己这个内鬼就彻底报了 他来到手下小安家 告诉小安他现在很危险 然后带着小安住到一家酒店中 让他不要和任何人联系 自己会设法保证他不会有事 小安不停地感谢何希对自己的照顾 随后何希回到小罗这里汇报 表示找不到小安 但已经在他家里装上了监控 此时大卫开始怀疑何希 但何希不断解释自己也不知情 对讲机之所以没反应 可能是基督局用了新的干扰技术 他让儿子大卫和何希一起 务必找到小安来问话 两人带手下来到小安的家 一番搜查后依然找不到小安 大卫决定在这里守住待徒 让何希去找杀少那位 何希来到指定的地点 心惊胆战地等着那位 他感觉内围的任务就是杀了自己 于是拿着威冲警惕地看着四周 结果内围突然出现在他旁边 何希这才送了一口气 原来两人的任务是去找总会计师帕罗 此前基督局探员跟踪帕罗找到大罗后 小罗就让何希把帕罗藏在安全屋 此次那围和自己同去 显然是要杀了帕罗灭口 两人一起来到安全屋 发现帕罗早已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大卫打来电话 告诉何希自己已经抓到了小安 因为小安忍不住给家人打电话暴露了位置 还让何希尽快赶到指定地点 何希意识到这次自己在劫难逃 他强装镇定来到大卫说的地方 发现小安满脸是血被大卫吊着 随后小罗从旁边走了过来 小安向小罗父子坦白 小罗质问何希这些是否属实 何希只能说小安是在撒谎 然后冲到小安面前 混乱中把传户塞进了小安的衣服 就在大卫想直接杀掉何希时 小安身上的传扶响了 何希趁机解释这是缉毒局的东西 小安才是真正的内奸 眼看铁证如山 大卫当场捂死了小安 何希又一次摆脱了嫌疑 随后他再次联系两个探员 让他们赶快抓捕小罗 否则自己很快就会暴露 男人被预警带到电话旁 他拿起电话 里面却没有声音 一旁的黑哥告诉他这个电话是坏的 让他试试五号 他狐疑地问黑哥 男人顿时汗毛倒数 他装作淡定地拿起五号电话 黑哥果然朝他走了过来 他是卡利集团的洗钱负责人胡拉多 前段时间被美国缉毒局的毒蛇抓活 他知道很多卡利集团的犯罪内容 但却必须要见到自己妻子才愿意开口 虽然毒蛇在抓捕集团老板小罗时失败 但却无意得到了小罗的账本 不过这份账本却是加密的 而胡拉多正是解读账本的关键证人 毒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胡拉多的妻子 正要带他去迈阿密的监狱见胡拉多 不料就听闻胡拉多死在了监狱里 知道胡拉多和账本两件事的 除了美国大使和缉毒局探员之外 只有哥伦比亚的国防部长 毒蛇向大使汇报这个重要的信息 但大使却表示以后不再插手卡利集团的事 让毒蛇下午五点把相关资料交给各方政府 毒蛇意识到要想抓住小罗 他们只剩最后的半天时间 他找到上次帮他实施抓捕的何赛将军 这是毒蛇唯一相信的哥伦比亚警方高官 虽然将军上次行动失败后被上级警告 但为了抓住小罗 他还是决定支持毒蛇的行动 为了不引起哥伦比亚政府的注意 毒蛇留在首都伯格大 行动由何将军来指挥 何西和警方商讨之后 确定了行动计划 由于小罗自上次之后加强了安保 要想强攻至少需要一个营的兵力 只能想办法把小罗引诱出来 由何将军在半路上抓捕 何西知道大卫还在怀疑自己 一直在他家附近监视 回到家之后 他就将自己的威冲交给妻子宝拉 交会宝拉如何使用之后 交代他除了缉毒局探员之外 有任何陌生人进来就直接开枪 此时的小罗在除掉内奸小安后 感觉自己已经暂时安全 他听了哥哥大罗在监狱的通话录音后 将巴乔和查普召集在一起 讨论集团今后的方向 两人听说他监听大罗的电话 简直不能相信 小罗解释这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还表示自己不认同哥哥的投降计划 为了说服两人 他把新的纽约实验室交给了查普 又把萨拉查家族的藏身地交给了巴乔 两人原本也不太认可投降 在小罗这番利诱之下 三人彻底抛弃了监狱里的大罗 谈话刚刚结束 何希就来找小罗 准备把小罗从这里引出去 好让何将军实施抓捕 但何希没想到 此时小罗的儿子大卫已经确认 何希才是真正的内奸 小帅收到线人何希的提醒 立刻打电话给波哥大的上司毒蛇 告诉他国防部长已被卡利贩毒集团收买 就在几分钟前 美国缉毒局驻哥伦比亚专员毒蛇 在波哥大向国防部长通报 他们已经掌握了毒销小罗的住址 正在实施抓捕行动 随后小罗就把安保主管何希叫了过来 表示自己收到了波哥大朋友的消息 缉毒局已经来到卡利奔自己而来 何希表示可以安排小罗转移到新地方 小罗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他哪里知道 这都是何希和警方的引蛇出动之际 与此同时 小罗的儿子大卫还是不信任何希 他和手下按照小安死前的供述 来到两个美国探员之前的安全屋 但并没有找到和何希有关的线索 正要离开时 大卫发现街对面有个监控 两人让保安找来一周内的监控录像 很快就看到了两个探员的身影 这确认了小安供述的地点没错 大卫继续观看录像 赫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父亲小罗信任的何希 此时小罗刚收拾完几个箱子 让何希搬到楼下后等着他 何希按计划在楼下等着小罗出来 过了一会儿 小罗的助手让他上去一趟 何希看了一眼埋伏在对面的小帅等人 只能跟着助手上楼 小帅看到这奇怪的一幕 连忙和大壮沟通 此时大壮也发现 大卫来到了何希的家门口 两人意识到情况有变 小帅向波哥大的毒蛇请示后 决定临时变更计划 向小罗所在的大楼发起突袭 何希来到楼上 小罗让他坐下 何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小罗狠狠揍了一拳 然后被人摁到椅子上绑了起来 嘴上也被捆上了丝袜 小罗越骂越生气 他气愤地告诉何希 自己已经让儿子大卫去了何希家 杀掉何希的老婆孩子 何希又惊又怕却毫无办法 就在这时助手告诉小罗 缉毒局带队已经冲进了大火 小罗让他带着玛丽和孩子先走 自己要先杀掉何希这个叛徒 他亲手给何希头上套上保鲜袋 很快何希就开始呼吸困难 意识模糊之时 他似乎看到了被自己害死的小安 随即闭上了眼睛 女人正和孩子收拾行李 突然后门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他让孩子待在房间里别动 从抽屉里拿出威冲 心惊胆战地来到门口 听到对方是缉毒局的 宝拉这才放心地打开门 大壮告诉他 有两位人正在他家正门外 准备伤害他和孩子 让他跟着自己 两人来到客厅 听到前门传来敲门声 大壮让宝拉去孩子房间 自己守在这里 大卫和手下见敲门叫喊没反应 直接破门而入 看见大壮的身影直接开枪 大壮慌忙躲在一面墙后 双方隔着墙互相射击 对峙了一个试剂后 大壮的手枪没了子弹 他连忙撤到二楼 在楼梯口发现了宝拉留下的威冲 朝着楼下就是一通哒哒哒 刚要跟上来的大卫两人当场就被吓跑 此时宝拉的丈夫和西 快要被小罗捂得窒息而死 大壮的搭档小帅 已经带队攻到小罗房间门口 小罗的手下连忙让老大撤退 小罗还想彻底吐死和西再走 但还是被手下拉着从后门离开 小帅干掉了房间里小罗的手下 终于就下了奄奄一息的和西 小罗从秘密通道来到地下停车场 不顾身后手下和警方的枪战 正要坐车离开这里 突然 行动指挥官和赛将军从车上下来 抓住了卡利集团现任掌门小罗 这次抓捕行动完美收官 既抓住了大毒箫也保住了线人和西和他的家人 波哥大的毒蛇收到好消息的同时 得知了一个刚刚查出的信息 原来卡利集团不止收买了国防部长 还资助了总统的竞选费用 也就是说卡利集团掌控了整个哥伦比亚 毒蛇将这两个消息汇报给美国大使 但大使却表示早已知道总统的黑幕 只是碍于两国关系而没有公开罢了 毒蛇这才意识到自己即便能抓到这些毒箫 但却没办法铲除卡利集团 唯一的机会就是解读出卡利集团的账本 上面肯定记录着集团和总统间的交易 现在唯一能解读这个账本的 只有卡利集团的总会计是帕罗 但帕罗现在不知道逃到了哪里 身在监狱的小罗也知道帕罗的重要 他直接用典狱长的电话联系儿子大卫 让他务必找到帕罗处理掉 毒蛇安排好何希一家去美国的事以后 来到安全屋找何希 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告诉了他 何希清楚只有帮忙扳倒卡利集团 自己和家人才能真正脱离危险 他不顾宝拉的劝阻决定协助毒蛇 四人又从波哥大飞回了卡利这个龙坛虎穴 女孩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两人 将拦路的皮卡挪开 随后一辆车缓缓开了过来 车里坐着卡利集团的巴乔 巴乔带手下来到萨拉查家 小卡拉咪自有手下去解决 他的目标是家族的老大哥尔达 老太婆自知难逃一死 还想图个嘴上痛快 却被巴乔一枪搞定 随后巴乔坐在教堂里 静静地等到警方前来 然后交出手枪投降 在巴乔之后 查普也主动向哥伦比亚政府投降 卡利集团四大佬再次聚在了一起 大小罗兄弟兼野兵士前线 他们买通了政府上下各级官员 四人在监狱里过得好不快活 但这可不是美国缉毒局的毒蛇想要的 毒蛇在线人何希的帮助下 成功抓住小罗之后 又说服了何希一起回到卡利 去寻找卡利集团的总会计师帕罗 依靠何希建立的卡利集团监控系统 几人查出了帕罗的妻子叫红杏 和同单位的小白脸有私情 毒蛇找到小白脸 直接向他打听红杏两口子的下落 还承诺提供线索的话有一大笔赏金 但小白脸表示自己不清楚 等毒蛇刚离开 小白脸就给红杏打电话 这让何希追踪到了帕罗的住址 深夜 毒蛇带两名探员来到帕罗的住处 说服他前去美国 不料楼下接应的何希却被杀手控制 正是何希在卡利集团时的同事那位 毒蛇正要护送帕罗一家撤离 到了楼下后问何希外面是否安全 何希在那位威胁下只好让他们出来 就在那位准备干掉帕罗时 何希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这让那位很吃惊 以前何希可是从来不带枪的 但那位丝毫不慌 他觉得何希不会开枪 但这次他猜错了 小罗的儿子大卫得知帕罗被带走后 气急败坏地准备去机场拦截 不料刚出门就被北谷杀手乱枪扫死 帕罗顺利地到了美国 对卡利集团提出了新的指控 就是为总统竞选提供了600万经费 但这个指控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哥伦比亚政府宣称这是污蔑 而美国政府也不好戳穿这个盟友 毒蛇辛苦追查卡利集团两次 似乎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他不想就此认输 于是联系了一名记者 将真实情况在媒体上曝光 这顿时在哥伦比亚掀起了一场地震 无数民众上街抗议 政府迫于无奈取消了与卡利集团的协议 大小罗等四人的假坐牢变成了真入狱 查普得知这一消息后选择了越狱 但很快就被人杀害后抛尸街头 而巴乔则在监狱里被北谷杀手枪杀 大小罗兄弟后来被引渡到美国服刑 2022年5月 大罗在狱中因病去世 小罗至今仍被关在美国监狱 而导致卡利集团覆灭的两个主角中 毒蛇因为把机密信息透露给媒体 主动从缉毒局辞职 背叛了小罗的河西则在证人保护计划下 化名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